欢迎来到马家厨房 木薯跟我们所说的马铃薯是非常相似的 它含有卡路里式马铃薯的两倍 今天我就是要用木薯来做泰式 木薯甜品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好来我们来介绍材料 600克木薯 半茶匙盐 100克糖 木薯粉 半茶匙 4条斑兰烈 200毫升盐奶 我们只需要600克的木薯 木薯内外都有一层皮 把木薯皮去掉 然后再把它切成长条 如果你的木薯有一条心就像这样 这条心是不能吃的 就把它去掉 其实木薯也是很好吃的 并且木薯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如果经常吃木薯还能够补充营养作用 把刚才的木薯都放在锅里 用4条斑兰烈 撕开 然后再绑紧 放进锅里 我们需要一升的水加入锅里 把锅盖起来给它煮 煮到软了之后就可以开盖了 加入100克的糖 搅拌均匀 就是这样继续的煮 煮到木薯有一点透明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没有吃过木薯 口感就像煮熟的马铃薯一样 但是味道可不像马铃薯一样哦 煮出来的木薯水 我们就不要了把它倒掉 现在我们把半茶匙的木薯粉 倒入进去40毫升的水 搅拌均匀 这是为了让椰浆油浓稠 倒入200毫升的椰奶进锅里 然后搅拌均匀 需要倒半茶匙的盐 泰式木薯甜品 最关键的就是煮椰奶酱 如果你放的太多或太少盐 那么味道就不一样了 就是这样的不停的搅拌 搅到椰奶浓稠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分享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请按订阅 和开铃铛来支持我哦 把椰子甜酱撒在上面就可以了 吃泰式甜品 就要把椰浆酱放多一点 会更美味哦 zad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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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AL 哈啰 波先我的牙脑 ?! 。。。。 Diversity 嗯,這不好吃嗎? 好吃哦 它這個是甜的 然後它醬油有點鹹 這樣有鹹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吃燒的 燒的比較好吃 因為現在冷了嗎? 沒有辦法 等我make up 等到冷 等到make up 又 然後我拍照 冷氣了 這個 鹹鹹甜甜又有奶味 超好吃 嗯 嗯 煮的很軟啊 很好吃 嗯 OK 暫時而已 拜拜 拜拜 下期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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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